英国菲利普亲王葬礼将在17号举行外界关注 已经脱离王室的哈利王子目前是独自抵达英国来奔丧 他和妻子梅根因为先前接受欧普拉专访 让王室形象一落千丈 这回他将在专访之后首度和王室成员同框 分析指出这场葬礼将是王室修补裂痕的最佳契机 英国菲利普亲王辞世也让王室纷扰再起 出走王室引发轩然大波的哈利王子 让英国民间再度沸腾 美丽报导哈利已经飞抵英国 她和妻子梅根之前接受欧普拉专访大报王室内幕 王室家丑因此成为了全球茶余饭和话题 而这回是专访后哈利首度和王室的核心成员同框 梅根和儿子没能随行 英国前首相梅杰认为这是破冰最佳时机 怀有第二胎的梅根预产期在今年夏天 媒体报导梅根在医生的嘱咐下不出席葬礼 据称哈利在菲利普亲王过世后 立刻和父亲查尔斯通话 希望和家人守在一起 而这也是她出走王室一年后 首度和家人团圆 除了能不能破镜重圆 外界也担心女王难以承受悲痛 英国现任首相强生曾说 菲利普亲王是君主立宪制中 维持平衡的关键要角 也是竭离七十载的女王最重要的支持 如今女王痛失后盾 而儿子安德鲁王子受访时谈言 女王在多数时候陷入沉思 不过他强调女王个性坚韧 王室一家也会持续支持女王 而女王三儿子爱德华的妻子苏菲 也曝光了菲利普亲王 临终前最后时刻 菲利普亲王在今年二月 因为心脏问题住进医院 三月时才返家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时他强烈表示 想要回家 不愿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面对死亡 他最终如愿 平静离世 但喧闹多时的王室 内部矛盾能不能就此落幕 还有待后续观望 黄日新闻 严心仪最后报道 菲利普亲王逝世举国哀悼 不止他的一生 还有他和女王的爱情故事 成为英国人一整个世代的记忆 亲王的葬礼也很与众不同 官方指出 葬礼大致按照亲王遗愿 就是简单办理 那同时因为世纪大疫情 除了疑事 一再缩减规模 菲利普亲王 也将是英国几年来第一位 没有停临在国会大楼 工人瞻仰的王室成员 通过怀疑新闻点 带您率先一窥 菲利普亲王的葬礼流程 从英国国王乔居六世后 只要有王室成员逝世 王室与政府 就会以英国知名桥梁 命名相应葬礼计划 因为桥本身就有连接 来世与今生的含义 而最能代表日前逝世的 菲利普亲王的桥梁 就是爱丁堡世界遗产 福斯桥 因此政府与王室 随即启动相应的福斯桥计划 从亲王去世当天 到葬礼这期间 都是英国的国桑期 所有政府与军事机构 都要降半期致哀 英格兰足球联赛也表示 原定在葬礼时段 举行的比赛 都另外改期 葬礼后王室成员还会再扶桑两周 按照英国君主制 菲利普亲王享有国葬待遇 但亲王生前就标示 希望一切从简也获得女王批准 因此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细节 葬礼指照王室规格操办 预定在当地4月17日 温莎堡内的圣侨治礼拜堂举办 符合亲王生前身份的军事葬礼 同时为了防疫菲利普亲王遗体目前停留在 温莎堡内而非国会大楼的西敏厅 避免大众前来瞻仰异容 葬礼当天按照逝者遗愿 灵鹫将装进一辆曾由菲利普亲王 亲自参与设计的Land Rover越野车里 从温莎堡慢慢开往圣侨治礼拜堂 路途约八分钟 王储查尔斯王子与其他王室成员 会跟随在临车后走过去 女王则单独前往教堂 仪式前先拘国木岸一分钟 仪式进行时部队会鸣枪八分钟之一 同时响起宵禁钟 整个过程透过电视实况转播 而根据现行防疫规定 除了佛林的人和两位主教不算之外 葬礼只能有三十人参加 英国首相强生表示将不去葬礼 尽可能让越多王室成员参加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整个流程结束后 菲律普亲王预料长眠于 弗洛格摩尔庄园内的王家墓园 维多利亚女王与伴侣亚伯特亲王 也安葬于此 但在菲律普亲王前 除了爱德华巴士之外 没有其他英国君主或君主伴侣 葬在这座墓园 而大多按传统葬在西敏斯大教堂 或圣乔治教堂 而伊丽莎白二世 未来是否会和政府葬在同样地方 也引起外界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宇新闻点 带您关注 荷兰的疫情有复然的迹象 中日的新增病例 来到两个星期以来的高点 原本当地有望可以解除夜间宵禁 但现在也预计将会延后了 不过在周末 当地首度有游乐园重新开放 入场只要提供阴性筛检证明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畅游一整天 放声大叫感受元宵飞车 俯冲的刺激快感 荷兰疫情下终于有第一座游乐园 重新开放 不过想入场首先得经过 这道程序 只要拿着四十小时以内 因信结果就等于是拿到了入场门票 诊受筛检时的不适感 就能换来一天游乐园大解封 不少民众都直呼 相当划算 不用戴口罩 一家人畅游度过美好的一天 疫情爆发后 难以想象的休闲娱乐回归正轨 游乐园从周末开始 率先开放测试 原区重新开放 首日提供多达2000张门票 销售仅有其中的75% 荷兰疫情反托 严格防疫措施下 近期当地也是积极寻找新的 放宽措施 荷兰包括库肯霍夫花卉展览 动物园赌场等货大众喜爱的景点 蓄势待发等待解封 不过疫情始终反复不定 加上放宽政策尚未完善 要恢复到疫情前常态 恐怕还是调 慢慢长路 欢迎讯阳情 做不到 伊朗从年初出现了英国变种病毒株之后 疫情是迅速的恶化 目前境内确诊 平均是以每天2万多例的速度增加 累计64000多人病故 但眼看 斋戒约就要登场了 当局紧急下令 10号起 全国23岁 封锁10天 接到两旁店家全部大门深锁 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 人潮不弱以往 因为境内第四波疫情来袭 迫使政府下令 多地10号起 封锁10天 封锁期间 学校 电影院和运动设施等 必须通通关闭 连同14号登场的 斋戒约也禁止群众集会 影响所及多达23审 而疫情复燃的罪魁后首 政府认为是变种病毒 英国变种病毒年初 从伊拉克传到伊朗 到现在已占境内病例大宗 累计确诊数持续 以每天两万多例增加 唯有加速疫苗接种 才有办法遏制疫情 伊朗一边跟国外买救命药 一边积极开发四种本土疫苗 只要越快投入生产 就能尽早重返正常生活 关于新闻水利山综合报道 印度的疫情 印度近期面临第二波疫情 确诊人数不断创下新高 总理莫迪在11号推动 为期四天的疫苗接种节 呼吁民众赶快去施打疫苗 详细情况把时间交给文君 好的主播 印度疫情严峻 总理莫迪为遏制濒临失控的疫情 11号发起了疫苗接种节 敦促符合资格的民众尽快接种 印度目前正在面临第二波疫情 每日确诊人数不断创新高 过去一周已经6度刷新 单日病例最高记录 12号更是突破16万 也就是全球每6个新增病例 就有一例在印度 病例数为全球第一 印度政府从1月中旬开始 已经依序启动疫苗接种计划 虽然已经施打了1亿多剂疫苗 仅次于美国及中国 但因应目前疫情仍然不断恶化的状况 正在紧急加速接种 11号发起连续四天的疫苗接种节 敦促民众尽快接种 并考虑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 来防止疫情持续扩散 泰国则是遭到英国变种病毒的肆虐 疫情突然升温 过去三天之内迅速的蔓延到62个斧 情况非常严峻 详细情况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文君 好的主播 泰国疫情近日遭到英国变种病毒肆虐 造成新增确诊数突然激增 疫情呈现反弹升温的趋势 迅速蔓延全国62个斧 泰国疫情突然回温 三月底的单日新增确诊还在50例以下 四月初就开始攀升 十二号更是达到967例 本月累计有近3000人感染 泰国近期病例激增 经过溯源调查病毒源头来自曼谷通罗区的娱乐场所 通罗区的夜店群聚感染 验出英国变种病毒B117 这是泰国首次有本土病例检验出B117的变种病毒株 而曼谷是这第三波疫情的爆发地 也是目前的重灾区 泰国政府已经下令取消泼水节的活动 全国41个府的娱乐场所关闭至少14天 其中有28个府更规定 来自疫情高危险区的人员需隔离14天 但并没有禁止跨府出行 缅甸军方正面以来 血腥镇压人在持续当中 根据人权团体统计 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超过700人丧命 军方甚至在仰光附近一天 杀害80多名的反军方人士 不过示威民众无畏强权 周末依旧走上街头抗争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军方人员占据街头 民众从屋内缝隙偷偷排斥 整座城市弥漫肃杀氛围 缅甸军方政变夺权 暴力血腥镇压越演越烈 根据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 光是在大城阳光附近 博固九号一天就有超过80名 反政变示威群众不幸丧生 也是近一个月以来 单一城市镇压 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政变至今累计700多人死亡 不满军政府的强力镇压 缅甸军政府所属的 妙瓦底银行瓦城分行 被抗议者投掷爆裂物袭击 造成一名警卫丧命 老百姓周末持续上街抗议 争取自由 然而军方手段越来越粗暴 甚至已经中断网路50多天 缅甸年轻人靠着秘密印制刊物 来进行私下交流 而当地媒体报道 不断有大学教授和学生 对国际发出讯息 持续呼吁联合国尽快介入缅甸局势 忧心未来流血冲突恐将难以收拾 另外还要带您看到 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关系 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 转往东南亚国家 这也使得东协运往美国的 货柜海运运输量大增 去年的比重在过去20年当中 首度突破了两成 详细情况把时间交给丽珊 好 主播 日本海市中心统计18个 亚洲国家和地区的 美国往返运输后 发现东协国家的海运货量 明显增加 按20英尺货柜计算 来自东协的运输量达到401万个 比去年增加16.1% 首次破400万个大关 而来自东协国家的运输量 比重也增加到21.9% 是20年来首次突破20% 尤其越南更是企业撤中后 最大的受益者 越南发往美国的货柜海运运量 大增24.8% 比重增加到10.8% 首次达到两位数 至于中国货柜海运运量部分 发往美国的货柜比起美中贸易战之前的峰值 大约减少6.4% 运量比重则是连两年低于60% 俄罗斯大军持续集结在乌克兰东部边境 而就在11号 乌克兰军方表示 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叛军又发动了炮火攻击 造成两名军人一死一重伤 俄罗斯方面怎么回应呢 请玉珊带我们了解 好主播 乌克兰军队与掌控乌东地区的亲俄分离主义叛军 最近几周交战加剧 不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受访时人坚称 莫斯科当局没有涉入冲突 还重申不会迈向战争 目前俄罗斯在接壤乌克兰边界的驻军人数 是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后最多 美军甚至打算派军舰到黑海抗衡俄罗斯 眼看黑海战予密布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周末就趁着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来访时喊话 愿意提供必要支援缓解冲突 土耳其身为北约成员先前在叙利亚 利比亚以及纳卡冲突上汗俄罗斯合作 这回大声挺污 未来会有哪些实际行动令人关注 至于南韩总理丁世军是在当地时间11号造访伊朗 与伊朗的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会面 双方针对南韩近年制裁伊朗 阻碍当地经济和民生发展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贾汉吉里也直言 制裁就是阻碍两国外交的主因 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 与南韩总理丁世军举行会谈 记者会上先采取爱兵政策 表示伊朗防疫急需大笔资金 但南韩从2019年开始制裁 导致伊朗没钱买所需物资和疫苗 呼吁南韩尽快解冻扣押押的 70亿美元伊朗资金 就在丁世军访问前夕 伊朗释放今年1月扣押的南韩邮轮 有意递出橄榄枝 但作为美国坚定盟友的南韩 丁世军则坚定表示 南韩将和伊朗与国际各方 一起解决伊朗资金冻结问题 似乎有意暗示 要看和谐谈判进展 才能决定与伊朗关系下一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当地时间11号 跟以色列国防部长甘茨 发出了共同声明 将确保日后与伊朗达成新协议 但在这同时 国际社会还在努力 让和协议谈判起此回声 但是又传出伊朗核设施 发生了事故 是否会有变数 受到外界关注 美国日前才松口表态 解除部分制裁有谱 没想到伊朗总统罗哈尼 却在10号国家核子科技日 透过国营电视台宣布 已启用先进又浓缩离心机 再次撕毁2015年 与各国核子协议的承诺 德黑兰当局直接连线 又农缩工厂工程师下达命令 这次纳塔兹地下燃料农缩厂 相较于初代离心机 运作效能高 能够提炼农缩又纯度更高 不过罗哈尼频频强调 核子计划仅用于和平用途 目前美国和伊朗等 核子协议签署成员国 正在奥地利维也纳展开会谈 由于美伊双方代表王不建王 既以代为传话的方式进行 但互相见指对方 该先遵守协议 至今依然僵持 现在局势急转直下 伊朗触碰美国底线 恐怕让会谈达成共事 蒙上一层阴影 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接受媒体专访 对于近期中国频频发动军事威胁 来造成台海威胁升温 他也强调将会遵守台湾关系法 承诺帮助台湾自我防卫 针对中国近期对台湾 频频派军机侵扰 在国际社会上打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专访时表态关切 提及目前台海紧张局势 Chuck,我们看到 我们是真正的关系 是在台湾在台湾的更加激烈 在台湾的更加激烈的行动 被政府在台湾 向台湾 而被问到如果台湾遭到攻击 会不会以武力反击 布林肯虽然强调 不对假设性问题评论 但表示会秉持台湾关系法 对台承诺 他也警告一旦有任何国家 促使太平洋现况出现变化 将会造成相当严重的错误 有鉴于近期中国在临近海域 侵略性行为越来越频繁 拜登政府日前派出马侃号 也是上任后第四度通过台湾海峡 引发中国反弹 但也凸显现阶段 美国对台湾现况关注程度 比以往都还要高 秘鲁的总统大选 在当地时间11号登场 但受到疫情与近年政府 表现不好的影响 各家候选人的民调都很低迷 而且就在选举前夕 秘鲁的单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创新高 当局也祭出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来确保大选安全进行 这次大选秘鲁将选出130位国会议员 与新一届总统 总共有18人教诸元首大位 其中颇具知名度的 包括前第一千金腾森惠子 与前国角佛赛斯 预计有2500万人参加投票 但根据近期民调显示 候选人中最高支持度也只有10% 而每位候选人平均支持率也低于15% 有四分之一选民都对这18位竞争者无感 根据法律 如果第一轮投票 没出现得票率过半的候选人 前两名票数最多的候选人 预计在6月6号 举行第二轮投票决胜负 与此同时秘鲁卫生部数据报告 当地疫情越来越严峻 医疗资源已经超载 政府还在努力取得足够的疫苗 当局寄出严格措施 要求选民投票前要量体温戴口罩并且保持适当的距离 选务单位也广设更多投票所 并派出超过15万名的军警 维持选举秩序 至于德国9月大选倒数计时 目前梅克尔后续接班人尚未明朗 而现在执政保守派联合基民党和基社党领袖们 都出面表态 已经准备好要争取总理候选人 德国基民党主席拉谢特 日前在联合记者会上公开表态 强调与基社党领袖已经讨论许久 也双双达成共事 都相当有意愿为政府服务 由于距离德国9月大选 仅剩不到半年时间 外界也非常关注保守派执政联盟 最终将派谁来接替目前总理梅克尔的职务 德国第一电视台民调显示54% 支持基社党主席索德 仅有19%支持基民党主席拉谢特 不过现阶段两人都已经表态 预料很快就会敲定最终的候选人 但近期德国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联合政府支持率受挫 也将会是下届总理的最大难题 美国政府先前推动了1.9兆美元的纾困计划 希望可以帮助增加就业还有消费市场 但是根据美国劳工局3月份的数据显示 长期失业人口还是非常的高 甚至逼近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情况 尽管疫苗接种计划顺利 人们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拜登政府也推出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但美国长期失业的状况依旧严峻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至3月底有近240万美国人失业达一年以上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60万人 这样的人数占总失业人口的24% 而有超过400万人失业6个月或更久的时间 比重高达43% 与经济大萧条创下的45%相距不远 而为改善就业状况 美国政府透过延长和提高 每周失业救济金来协助 而拜登的1.9兆美元纾困计划 除了每周提供300美元的补助金 更将援助期延长至劳动节 也有调查显示 美国雇主在3月份增加了91.6万个工作 失业率降到6% 然而长期失业的比例 似乎还没有看到下降的趋势 经济学家也说 通常经济衰退期间 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会一起上下波动 目前的情况确实不太寻常 港股横指数12号开高0.32% 那随后转叠 而因为涉及垄断市场 遭到中国重罚的电商龙头阿里巴巴股价却大涨6% 引发外界关注 阿里巴巴在10号遭到中国监管机构开出天价800亿新台币的罚款 不过对阿里巴巴来说 反垄断的罚款只占了2019年中国市场营收的4% 而在罚款之后 12号阿里巴巴港股开盘狂飙6% 以232港元相当于台币849块作收 外界以利空出境来解读中国对阿里巴巴 以及创办人马云的整治 已经告一段落才使得股价狂飙 再来关注AZ疫苗今天开始扩大施打 这也让六都首长出现了较劲异味 桃园市长郑文灿 一大早8点钟就抵达布桃接种AZ疫苗 新北市长侯友宜紧追在后8点半施打 台北市长柯文灿则是安排9点半施打 而被问到总统蔡英文是否也该带头打疫苗 柯文灿回应说随便他反正照规则来 桃园市长郑文灿8点就准时抵达布桃 拿下全台县市首长第一针AZ疫苗宝座 紧接着新北市长侯友宜接力打 市长会不会紧张 他不会啊 他不会啊 好 坐得直挺挺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侯友宜献出手臂带头打AZ疫苗 虽然没抢到县市长第一针 不过新北市医护施打率仅仅一层出头 带头打疫苗就是要冲高施打率 我们看到第一批施打率真的很低 所以地方首长在第一个时间就要勇于率先来做施打 那其实谁打第一针打第二针 那个意义不是那样重要 强调打疫苗抢头箱没意义 重要的是让人民有信心 经过30分钟休息后侯友宜没有意状 还要继续赶行程 打进去我也没感觉拔出来也没感觉 打完也觉得就是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情 AZ疫苗4月12日开始扩大施打 对象包含中央和地方防疫人员 以及高阶处风险工作者 全台22个县市首长中 扩大第一天就有五位先接种 除了郑文蔡和侯友宜之外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不落人后 我的个性是完全按照SOB走的 所以我也不会去管别人什么时候打 跟他我想是这样还是那句话 该打的时候就打嘛 反正照规则打 地方首长带头接力打疫苗 希望用行动冲高台湾的接种比例 免得浪费好不容易到手的疫苗 同时也借机增加曝光度 虽然嘴巴上都说谁第一不重要 但是彼此之间较劲的异味不可言语 怀运新闻综合报道 目前台湾首边大约有31万剂的AZ疫苗 但是施打率却很低迷 也让指挥中心宣布 今天开始开放防疫 以及高风险工作者扩大施打 大约有61万人符合资格 各县市政府首长轮番上阵示范接种 另外首批透过疫苗平台配发的 19.92万剂AZ疫苗 目前也已经检验通过 预计14号开始配送到全台各大医院 我们现在进行消毒 AZ疫苗开打至今打气低迷 开打三周一线一试人员只用掉2.4万剂 指挥中心也宣布4月12日开始扩大接种 包含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以及高接触风险第一线工作人员 大约有61万人 就跟一般我们平常打流感疫苗一样 不会特别紧张或是怎么了 是蛮紧张的 但是副作用多多少少都会有 所以其实这部分还OK 有人担心副作用 但也有人表示没想太多 防疫五月天以及各地方首长晚袖 带头打要提升AZ接种率 效果好不好还很难说 但是敢在效期前打好打满 却是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公费没有人要打 干脆开放自费接种 避免疫苗过期 拜拜浪费 有关自费的这个收取的这个项目 这边也需要决定 要确认这个政策 当然会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 告诉你说什么时候会确认 可能看礼拜三部长可不可以做个说明 自费疫苗政策 星期三才会有答案 相当的民众还得再等等 另外首批COVAX配发的19.92万剂AZ疫苗 目前已经通过无讯测试 预计14日就能开始配送到全台各大医院 跟疫苗期限赛跑 环游新闻张家宝黄佩涵台北报道 不少国籍航空机组人员 一早也到布桃排队接种 因为依照现行规范 机组员返国后 必须要接受五天的居家检疫 PCR采因后再转为加强版 自主健康管理九天 让不少机组员 生活就只剩下出勤和隔离 也希望接种疫苗之后 能够放宽防疫规范 指挥中心强调 只要完成落实外战管理 机上全程防疫 而且完整接种疫苗 将会延绎送访 AZ疫苗12日开始 扩大接种国籍航空机师一早就到布桃排队打疫苗 这一天机组人员等了好久 因为依照现行规定机组员飞行回国后 必须五天居家检疫 再加上九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让他们的生活不是在上班 就是在隔离 其实我们航空组员在这一段期间内不停的呼吁 这个对飞安的伤害 那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疫苗的接种 能够让这整个政策做一个调整 让大家在生活上 还有在就医的权利上 能够获得适当的解决 严格的防疫规定 让机组员在执勤跟检疫中不断循环 就像是永无止境的噩梦 根据调查 长荣航空有六成的机组人员 表示有意愿接种疫苗 另外华航也发表声明 强调会配合卫福部指定的时间地点 依照机组员的意愿和检疫规定 由公司安排施打疫苗 最大的心愿就是打了疫苗之后 这些防疫规范能够松绑 让他们有喘息的空间 不然打了疫苗 还是要五加九的居家隔离 等于白打 那目前我们也针对这个同步研议 就基组员在疫苗完成接种 之后 尤其是在落实这个外战管理 跟机上全程防护的措施下 那我们会调整 它的入境的检疫的规定 不是所谓的第一风险 或中第一风险的国家 那这些国家 如果他们有施打疫苗 那如何缩短它的检疫的天数 指揮中心透露朝松绑方向进行 不过相关内容还要再讨论 毕竟其他国家疫情再度升温 严格的防疫管制 不但保护机组人员 也是保护台湾民众 加上台湾施打疫苗速度缓慢 航空机组员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 恐怕还得再等等 怀孕新闻张家报黄佩涵 台北报导 我甚至可以请大家回去看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指揮中心当年还做了 说这个AZ的副作用 是远比所有其他的疫苗要少 结果现在牛津大学 自己停止临床实验 然后欧洲也认为 的确血栓有相关的时候 我不知道指揮中心 要不要针对这个过度宣传来说明 但现在状况就是 期待太高 有落差 国外不打疫苗不行 它很快就会得病的 台湾不会啊 你看台湾 那个我们中外疫情指揮中心 不是在说台湾没有什么疫情吗 每次来都说这是国外境外的感染 都不是台湾本土的感染 所以当然大家就没有那种迫切的感觉 如果今天台湾有好几例 那个新冠肺炎的病例出来了 我想大家很快 即使AZ疫苗抢着把它打完了 就是说不管是AZ疫苗 或者是Moderna或Vizal疫苗 在文献上所显现出来 就是说它对于保护 这个施打者避免重症 或死亡跟住院的效果 几乎都在98 99甚至100%左右 那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我们打疫苗的目的 是在避免重症 就是在避免重症 跟死亡的这件事情上 是最重要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不管什么样的疫苗 都能够达到避免住院 跟重症的这个效果 新的19万剂是极其品 也就是以我国的八周注射的空窗期而言 它来不及打完 那请问你要打到这一波的疫苗之后 你八周之后它过期了 你要不要打 这对民众来讲 就等于你去买了一包极其品饼干 的确比较便宜 可是规定你八周之后才能吃第二口的时候 你敢不敢吃 也就是你是不是要把前一波的 除藏效期比较久的疫苗倒过来打 或者是现在赶快全面性的施打 让这些疫苗来得及 在效期之前使用 我觉得指挥中心没有解释了 民众会很担忧的 非常有可能打不完 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在建议 你不要去限制那么多 好像什么第一优先第二优先第三 你就全部给它开放出去了 赶快把这批疫苗打完 不然的话它超过效期 超过效期你要报费 你浪费 那另外一个人 如果你可以分配到给一些 有疫苗合约的一个诊所 那么你让他们赶快把它打 那也可以消耗掉一部分 你不要说以为诊所 不能累积到十个遍 诊所本身医务的人就一定的数量 比如说可能只有三四个 他可能再找个四五个 就可以抽成一瓶了 我在这边还是要强烈的呼吁 我们的医事人员 应该在目前就是说 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赶快去接受施打 因为这个疫苗施打 不是说我们今天打 明天就会有效果 而是从施打第一剂 到产生完整的保护力 要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你现在就要开始 先把自己 跟我们的机构保护起来 那你才能够避免 如果哪天疫情又起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 也保护我们的病患 好屏东发生假车祸 掳杀案让跟踪骚扰防治法问题 再度浮上台面 民间团体和在野党立委 就批评台湾立法 已经落后其他国家 二十几年 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承诺 本会期会将法案送审 向立委私讯陈勤 呼吁快立法保护人身安全 屏东发生假车祸 掳杀案 让社会各界震惊与愤怒 讨论好久的跟踪骚扰防治法 再度浮上台面 台湾其实落后国外 已经有三十年这么久的时间了 那跟骚扰法它为什么会出现 其实是因为跟踪骚扰 这样的一个犯罪形态 它很特别 很细微 看起来之为莫洁 没有直接伤害性的行为 然后生命财产药 都会造成一些损害 可是你可能短期之间 没有办法发现 这次的这个屏东的案件 其实它有挠掉检局报案 但是却没有 法员依据所以没有办法协助到 每一段时间 其实就会发生 类似这样的事件 我们当然很希望 避免这样的伤势发生 所以我们觉得说 应该要尽快来通过 这样子的法案 包括民间团体 跟在野党立委 都向政府喊话 跟踪骚扰防治法 立法刻不容缓 因为台湾相比之下 已经落后其他国家 至少二十年 美国跟日本 分别在1993以及1999年 就有相关法员 核发禁止命令 接触和骚扰被害人 但是目前台湾的法律规范 仅限于家暴防治 警政署推出的 纠缠犯罪防治法 又着重在性骚扰方面 跟民间团体提出的立法范围 有很大的落差 它限缩到说 一定要性骚扰的 申诉成立 然后成立之后又再犯 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 才符合跟踪骚扰犯罪的样态 也很期待说内政部 他们能够 重新再去看一看 一下他们的草案 而不是一直不停地说 民间团体 民众要求的范围太过广大 妇女团体建议 警政署担心管得太多 太广会出现滥权的争议 像是检举达人跟拍 或是狗仔队跟拍艺人 以及追债等等行为 台湾如果根据立法 恐怕让第一线的警力 陷入执法的两难 因为假设在美国 除了实际跟中外 听话骚扰 可能也会触法 虽然内政部立拼 本会即将跟踪 骚扰房治法 送进立院审议 不过能不能一次 就把所有漏洞补齐 还得靠政府 跟民间团体继续沟通 欢迎新闻 余德请林凯伦 特别报道 上星期立法院才通过 房地合一税修法 那么又传出 内政部将针对 房地产高公社比 进行相关修法 那么内政部透露 像是车道 车位等公社 未来不可以计入 楼上公社一起计算 那么目标 要把公社比压低到三成内 预计在五月前 会确定最终版本 让房价合理化 建案一栋栋的盖 房价却是水涨船高 不过民众花大钱 却有一部分买的是公社 公社比比较高 都是我们自己付钱 你也不见得会去用 而且说真的 说是一套 做出来又是一套 我是住这边 然后我们车位是在那边 然后每年都还要讲那个什么 那个地价税 4千多耶 我觉得很费 房价已经很高 当然要斤斤计较 不想花圆忘钱 因此公社比 对一般民众来说 越低越好 不过双北2020年的公社比 台北市35.3% 新北市33.2%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但这还只是小儿科 位于内湖康乐街的 移出屋岭七年的华夏 以他的三楼两房格局来看 号称35.85平 不过他的公社比高达54% 等于总价1900万元中 有1026万元都是需品 房价超过一半 买的却是用不到的公社 实在很不合理 因此内政部正严拟调降公社比 希望能落在三层内 假设以这处35.85平的建案来看 未来公社比如果压缩在三层内 就多了8.6平的空间 因为本来就是车道寄入公社之后 跟所有的这个买房收过一次钱 然后在这个车位的部分的话 他又是以这个完整的这个 车位的频数去收钱的话呢 那当然就是他寄加寄了两次 那这个在交易上面 当然是显著不公平的 专家认为停车场车道 是最可能调整的方向 不过公社哪些是必要 哪些不必要都需要再评估 但政府抛出调降公社比的构想 势必让台湾防市又震荡一次 环玉新闻蔡宇智一丽亭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 任何人想要改变西太平洋现状 将会犯下严重错误 警告中国的意味相当浓厚 也说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学者认为 美中两国近期在南海周边海域对峙 布林肯选在此时释出讯息 是要延续台湾关系法 另外美军还po出了 翘脚监控辽宁号的照片 火药味十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直接警告中国任何人想改变现状 将犯下严重的错误 同时承诺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 不过最关键的问题 美国是否会为台湾出兵 却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已经为拜登政府的两岸政策 正式定调 目前拜登政府对台湾还是保持 这个持续支持的这种姿态 跟立场并没有改变 是因应了近来美国对于台海 还有台海周边情是一个综合的判断 对台交往的这个准则都看得出来 美国目前对台湾的议题 是非常清楚的方向 就是要拉近跟台湾的关系 要提升台湾的互动 那更重要来确保台湾这个安全 还有这个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随着分析 近来美国平平友台的相关作为 是延续台湾关系法的友台战略 但是没有超过一个中国政策 更像是借此来测试中国的底线 尤其台湾以及周边的海域 更成为美中角力的新战场 翘翘看着远处的解放军 辽宁号航空母舰 美国海军投出一张四日 在菲律宾海海域 监视中国军舰的照片 看似一派轻松 却充满浓浓的火药味 其实美国都保持很密切的一个监视 跟保持非常密切的一个关注 看得出来 美方对这个议题是轻松以对 换句话说 他认为是完全掌控当中 引起讨论本身 就有一定的政治跟外交的意涵 学者研判 美军投出这张照片 政治意涵大于军事意义 但美中对抗态势越演越烈 对台湾甚至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引发世界各国关注 欢迎新闻余德 请林凯伦台北报导 另外台湾的凤梨 也再度成为国际话题 因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在推特贴出了一张照片 一边下棋 一边吃台湾生产的凤梨干 还亦有所指的说 自由斗士正在享受台湾的凤梨干 表达强烈挺台立场 外交部也透露 蓬佩奥有很高的几率 会在今年访问台湾 虽然他已经卸任 但是和台湾保持友好关系 也被解读 是为2024参选美国总统铺路 照片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一边下棋 手上拿着一包零食 仔细一看这不就是台湾凤梨干吗 蓬佩奥还特别写上 自由斗士正在享受台湾的凤梨干 就算卸任 蓬佩奥依然挺台湾 从川普卸任前就传出 蓬佩奥可能会来台湾访问 现在外交部表示 蓬佩奥访台的几率很大 不过卸任国务卸任访台 对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有影响力吗 已经不把北京那边的考量 好像放进去了 当然也会 可是并不会那么样的重要 跟这个蓬佩奥 或者说是跟这个共和党这边 建立这种关系的话 那当然你就会影响到 跟拜登政府的这个关系 那这一点呢 台湾当然他必须要仔细的来考量一下 就算川普卸任 连台抗中还是美国主流立场 而且蓬佩奥传出 有意参选2024美国总统大选 来台湾访问 也被视为提早布局 2024的话 那可能川普跟蓬佩奥两个人是竞争者 台湾就是因为有这种跟中国大陆的 这种对峙的情况 所以说对美方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筹码跟棋子 那所以我想美国的政治人物呢 都会在台湾问题上面呢 做一些文章 美中对抗与两岸僵持的态势下 就算是卸任官员的一个动作 也会牵动台美中三边关系 环玉新闻林志鹏杨纸玉台北报道 现在这家凤梨干也被起底了 副总统赖清德今年2月份才去拜访这间工厂 其实自从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凤梨 也让今年的加工厂 有更多的新鲜凤梨可以制成果干 而台南有7成的凤梨干 都是来自于山上区 新鲜凤梨去皮切块 什么都不加 直接放进风干机 锁住最原始的凤梨香味 就是台南的凤梨果干 擂获了美国前国务卿 蓬佩奥的胃口 那很高兴美国前国务卿很喜欢 而且把它当作茶鱼饭 后下棋的时候的零食 我们希望蓬佩奥不要越吃越胖 但是很谢谢他喜欢台湾的凤梨干 我们将来有机会考虑 再寄更多的凤梨干去给他 还有包括芒果干 蓬佩奥这一吃 让台南凤梨干要上国际 市长黄伟哲当然笑呵呵 而这包凤梨干是驻美代表 萧美勤送的 他说订了两箱 送给华府两党友人 想再加定却已经卖到缺货 而其实台南的凤梨干 有七成都是来自山上农会 去年我们收购了差不多20公顿左右 今年我们预计收到30公顿以上 也成长了差不多50% 现在最主要是说 我们推出的产品 消费者接收度也蛮高的 所以我们预计如果 未来的行销部分如果有增加 我们也预计往上收购这样 台南的凤梨产量占全台的15% 是因为民众对凤梨干的反应不错 加上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凤梨 才让工厂有更多新鲜凤梨 可以加工制成果干 虽然美国目前尚未进口台湾凤梨 但庞佩奥这一吃也让台湾凤梨干 成为美国网友话题 华语新闻陈炎卫 红锡与黄云成台南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华语新闻网 以及YouTube华语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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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